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不过说到了这个澳洲 我想先问亮哥一件事 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讯息 根据Bloomber的报道说 中澳关系因为趋缓 传出北京考虑取消 澳洲煤炭进口的禁令了 这是可能的吗 你怎么看 这个有可能 因为 他可能考虑俄乌战争还会持续 然后西方对俄罗斯又会进一步制裁 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煤炭 现在已经停止了 那他可能预期煤炭会涨价 国际的煤炭会涨价 甚至于就是会买不到 所以他这个也是一种超前准备 而且澳大利亚的煤炭品质是非常好的 那他本来就是有从印尼那边买一些 可是品质还是有差 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金岛细算 他没有从红酒啦 龙虾啦开始 而是从比较核心的地方开始 我这边补充一下 我觉得要注意王毅在今天的说话 王毅在今天在烂上江跟湄公河流域 他们的这个论坛里面他有被问到 问到有关于跟澳大利亚的关系 他特别有提到他 因为之前前几天他有提出四项要求 然后澳洲的总理说我不予回应 因为那个四项要求是合情合理 但是澳大利亚做不到 所以他没办法回应 这次王毅又提出三项要求 第一个就是不能够跟别的国 不能够听别的国家 然后把中国当成敌人 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意思也就是要求澳大利亚要选变战 你不能加入QAD 因为QAD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你不能加入ERKUS 因为ERKUS就是亚国萨克星组织 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你不能跟日本搞这个二加二外交国防 然后再搞这个区域联防 要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王毅在这一事里面 有特别的就是针对澳大利亚 再进一步了 已经比前天的四项要求 更往前走一步 还有就是要相互尊重相互对等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看澳大利亚 然后王毅还说 现在是关键的节点 那看你怎么做 所以大陆这个部分里面 他们对煤炭的目前来讲 他们采用这个联合采购了 因为联合采购 他们在上次的波音跟空八 已经让他们获得了 这个谈判的优势 也就是我一次采购292架 把国内三大航空公司整合起来 同时采购292架的时候 我相信这次的季转 非常优渥 第二个价格非常好 而且第三个 重挫波音的股价跟波音 未来的发展 这个对中国来讲 对法国来讲 中法的关系当然就往上再走一步 那如果说中国大陆能够成功的 把国内的各省市 还有企业 有关于煤炭的价格采用 联合采购 那这个马上可以把这个 卖方市场的各个击破 转变成为买方市场的一个 谈判的优势地位 对澳大利亚来讲 它就要考虑 那如果中国能够用更优渥的 或是更庞大的利益 跟例如说跟哪一些国家签 长期的约的话 你澳大利亚长期的失去中国 这个煤炭的大客户 而中国已经拥有这个 大量的煤炭的供应 所以澳大利亚的经济会出问题 我觉得大陆现在是已经在 加压澳大利亚 对而且这是不断的在 提高那个压力 我觉得在提高压力 在提高谈判的筹码 好 不过这个现在当然美国也很紧张 这个回来我们请这个 介大使谈一谈 吉里巴斯临时宣布退出太平洋岛国 这个论坛会议我们都知道嘛 那专精于中国大陆与太平洋事务的 纽西兰教授呢 就说太平洋岛国论坛准备对 与北京签安全协议 吉里巴斯却宣布退出 这是破坏团结 而CNN就报道了 它说虽然美国有权去否决 吉里巴斯的坎顿岛等岛屿 被第三方用在军事目的 但是呢 北京可以靠着 暂时不去启用军事功能的 军民两右设施 绕过塔拉瓦条约的规定 不过大陆外交部否认促成 吉里巴斯做出这个决定 还说相关的言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所以现在吉里巴斯的态度 这个美国是相当的关注 您的评论 可别谈一谈 其实我觉得纽西兰教授 他是一个推测 比较没有根据 因为最近澳洲的媒体都在报道 吉里巴斯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 讲的都很清楚 退出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整个密克罗尼西亚 这个岛群 事实上有五个国家 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 基本上大概都退了 这个Marshall Island去年就没参加了 那么吉里巴斯今年不参加 还有一个诺鲁 这几个都退了 那有一点集体行众原因 集体行众因为他们认为 太平洋岛国论坛对他们 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区域的 这些国家不公平 为什么不公平 因为照太平洋岛国论坛 他的秘书长 任命是由三个大岛群的人 轮流的 密克罗尼西亚 你现在比如说 现在你是美纳尼西亚的 或者说玻里尼西亚 下一届是玻里尼西亚的 做完以后就该我密克罗尼西亚了 现在轮到我们密克罗尼西亚 我们这几个国家的人 出任这个岛国论坛 就问你把我跳过了 所以这些密克罗尼西亚就认为 你这个是这个官纽带联席断 断解 你们对我不公平 所以今天不是这个吉里巴斯 基于任何原因 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而已 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 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的人选的问题而已 所以他们 你像Marshall Island的这次总理也没去 吉里巴斯宣布退出 Marshall Island去年就已经 就已经对这件事不太满意了 那吉里巴斯说起来 就对纽西来讲 吉里巴斯离他非常的远 你不要看太平洋岛国论坛 那个范围跟俄罗斯一样大 比俄罗斯还大了 你今天你纽西来这边 你对吉里巴斯指手画脚 没有 其实吉里巴斯 那个整个密克罗尼西亚 跟美国的关系最深 美国都没有坑气 美国都没有坑气 为什么呢 甚至有人怀疑是美国基本上 在后面教授这些密克罗尼西亚的 这几个国家 跟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 搞闹意见 因为密克罗尼西亚 美国还有一个 美国还有三个 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好属地在里面 包括关岛都是属于密克罗尼西亚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事情 完全不是像这个 这个纽西兰的这个 Canterbury 他是在南岛的 这个教授讲的 这个完全是猜测无稽之谈 这个澳洲总理 他说非常有信心 中国不会被允许在 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所罗门群岛的总理苏加瓦瑞 现在则是说 澳洲还是首选安全伙伴 所国不会接纳外国军事基地 因为会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 所罗门群岛有任何态度上的改变了吗 因为所罗门群岛从开始就讲 他这个只是一个 他是军事人员的互动 还有就是警务的方面互动 因为所留民群岛没有军队 他只有警察 那么他去年 去年底的时候那场暴动 让他损失惨重 那过去他也产生过很多 也有好几次暴动 因为他里面这个岛与岛之间 这个关系不目 那一这个政争起来的话就发生暴动 那过去更大 那这个时候靠外力支持的只有澳纽 澳洲纽西兰曾经长期派驻警察 在这个 这个所罗门群岛维持秩序 才刚刚结束他们的任务 前两年才结束 那这个所以就是说 问题就变成 上一次去年11月的暴动 那所罗门群岛的总统 苏大尔维他认为是 区域一个大国所在幕后撤动 那那个幕后大国很多抽筷 都是案子澳洲 就是案子澳洲 所以苏家瓦也就说 我们跟中国建立的关系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尤其战略上的意义 他不能他不相信澳洲纽西 尤其是澳洲 对他没有这种颠覆他的这种动机 所以他既然对澳洲 已经失去信心以后 他当然希望把中国大陆引进 那么这个里面最主要是来 做一个平衡作用 从苏家瓦瑞的角度上来看 是做一个平衡作用 那并不是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个所罗门群岛带到军事化 把他军队好把这个军队 把这个军队外国军队直接带进 这个所罗门群岛还不到那个地步 所以其实艾班尼斯上台以后 他对澳洲在南太的态度政策 他讲过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是严重打脸 这个莫瑞森 他说其实我们跟南太国家交往 最重要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要尊重 也不是说像莫瑞森过去 那个直接去干涉人家内政 所以现在纽西兰基本上 他的立场就是说 南太国家有权决定 他自己要交谁 他要交什么朋友 你澳洲纽西兰 你没有权决定人家要交什么朋友 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